難道KMT的K 變成是K他命的K嗎 是毒品的K嗎 國民黨從來有自我檢討過嗎 阿帕契電子油氣場 已經成為了苗栗重點的治安問題 2012年再到現在2019年 在阿帕契裡面 跟阿帕契的周邊 整理到的毒品相關的案件 就高達46件 但是苗栗你是不是完全視而不見 甚至於從苗栗縣政府再到國民黨 你們根本是上下在做掩護 我們非常懷疑 這個阿帕契電子油氣場 2015年之前 跟邱政軍密切相關 ID4這個關鍵字 輸進去司法換取系統 可以看到有毒品交易 得同種的關鍵記錄 在地方ID4跟邱政軍的關係 其實地方的人都知道 這就是過去他們的根據地 但是我們需要直接的證據 這個證據現在就掌握在苗栗縣政府的手中 苗栗縣政府 把資料吐出來 啟動第三方警政 不要再為苗栗市長邱政軍護航 邱政軍 ID4 是不是你的 不要再躲了 出來 跟我面對面